好咱们来看一下这台机器啊 这台机器是爱华的勾叉879 也是一台集合了收录放功能的一台磁带随身厅 咱们来说非常小巧 它的收音机功能在哪调节的 在这调节 通过这个开关来按一下 它就打开了AM 再按一下就是它的FM 那同时呢再按一下 就就把这个FM2打开了 再按一下就是又切回到AM了 同时呢如果要是说切换到磁带呢 就是按一下暂停按键 它就是拨换到磁带的一个模式上了 咱们放进磁带 咱们听一下打理后的效果 还是老规矩 咱们介绍一下它的按键布局啊 这个是刚才咱们演示了 这是收音机的切换 那它的播放按键暂停 快进快退 这个是录制按键 按着这个红点往上推 就可以直接录音了 同时呢 它的左侧有它的那个直录的Mac一个插口 通过OSC来调节一个录制的效果 这边是它的一个耳机的插口 来咱们听一下它的效果 它的旋钮电位器呢 被设计在了左下角 而右上角本来是应该有旋钮电位器的位置 它设立成了一个电池仓 所以说没办法就只能把三钮电位器 设计在了它的左下角 它的上面呢 是它的后的开光 拨过去之后 所有的按键就不惜作用了 对不对 防止在口袋里边的触碰 把它开开一看 咱们听一下反面的效果 还是那句话 橙色好的机器 打理出来 效果绝对不会差 大家听一下 这个小窗口 非常有意思 这个小窗口 好吧 咱们这台机器就介绍到这里 今儿下午给您发挥